大家好,我是小尹,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。 在看视频之前,请给我点个小爱心,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老年人脑组织萎缩,引起的大脑功能减退。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记忆力减退,思维变慢,反应迟钝等。 对于老年人来说,健脑很重要,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一个聪明的大脑。 民间也有很多补脑秘方,例如吃脑花,吃核桃,吃鱼。 那么,哪些食物是大脑的最爱呢?下面就对大家来了解一下吧。 10.芝麻 芝麻是优质不饱和脂肪酸和补钙大户。 营养不良,体重偏低的人,可以通过常吃芝麻来补充营养。 咱们日常吃黑芝麻可以磨成粉丝,营养更易被消化吸收。 9.牛奶 每天一杯奶,强壮中国人。 牛奶是非常完美的营养品之一。 牛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钙,以及大脑中所必须的氨基酸。 牛奶中的钙最容易被人吸收,是大脑代谢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。 此外,它含有对神经细胞十分有益的维生素B1等元素。 8.香蕉 香蕉是很多家庭水果盘中的常客,是日常最喜爱的水果之一。 营养丰富又价格实惠,被称为平民水果。 香蕉之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钾离子。 香蕉中煤100克,大概有380毫克价。 有利于维持细胞当中的电解质平衡,对于维护肌肉的正常功能非常重要。 而且,香蕉里面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维生素C,维生素B6等。 香蕉中的抗性淀粉可以在肠道中发酵,生成短链脂肪酸,对于肠道健康有帮助。 同时,含有果胶之类的水溶性善适纤维,对待一些状况也有好处。 7.葵花籽 葵花籽就是日常吃的瓜籽,可以直接吃,也可以制作糕点。 葵花籽含有丰富的铁、铅、钾、铭等元素,以及维生素E。 由于葵花籽含有大量的油脂,所以也是常见的榨油原料。 葵花籽油是营养学界推崇的高档健康油脂。 亲爱的朋友们,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,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,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帮我点个赞呗。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。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。 6.海带 海带中含有丰富的亚油酸、卵磷汁等营养成分。 海带等藻类食物中的黄微物质是大脑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。 5.南瓜 南瓜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和新元素。 据荷兰科学家研究发现,多社区贝塔胡萝卜素可以维持较为敏锐的思考能力。 除了南瓜以外,深绿色的叶菜、胡萝卜、甜椒、番薯、木瓜、芒果等都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。 4.核桃 核桃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。 除此之外,核桃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合液。 每天早晚各吃几个核桃会对身体有很大帮助,但是不能吃得太多。 吃得太多会出现大便干燥、鼻出血等情况。 3.鸡蛋 鸡蛋是一种常见的营养补充来源,被营养学家称为完全蛋白质的模式。 不仅好吃,方便还便宜,是很多人营养早餐的标配。 蛋黄富含优质蛋白,但不饱和脂肪酸、油酸、卵磷脂、维生素A、维生素B1、维生素B2,还含有钙、铁、铅等营养素。 2.鱼肉 鱼肉富含丰富的DHA,俗称脑黄金。 鱼肉除了富含优质蛋白质,还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,对于降低心脑血管等疾病有重要作用。 同时,鱼肉的脂肪含量非常低,又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,对人体健康很有帮助。 1.花生 花生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和脑磷脂,它们是神经系统所需的重要物质,而且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胡萝卜素、氨基酸等,保持大脑健康,少吃这些。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对大脑有益的食物,还有一些常见的食物可能会对大脑健康发展,有不健康的影响。 这些食物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,粉饰脂肪或是糖,容易造成血脑张臂构造受损,加速认知功能以及记忆力的退化。 1.红肉 红肉的主要健康风险被认为是来自于饱和脂肪与胆过程。 这类物质主要存在于肥肉、加工食品及烧烤中,对于心脑血管健康不利。 2.糕点 甜食 吃太多的糖会导致血糖稳定崩解,大脑渴求食物,身体颤抖,虚弱,焦虑。 吃太多之后,脑原性神经滋养因子的蛋白质会减少,影响大脑的控制能力。 3.奶油和人脏奶油 奶油里含有多种饱和脂肪酸,这是对脑血管有害的脂肪酸。 冠心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动脉硬化患者计时。 孕妇和肥胖者尽量少食或者不食。 4.油炸食品和素食 油炸食品中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、蓬松剂和色素,进入人体后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,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,也会导致必需脂肪酸的缺乏和抑制婴幼儿的生长发育。 除了饮食上要注意之外,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,大脑健康才能越活越年轻。 1.冥想 每天进行12分钟冥想,能增加大脑血流量,延缓细胞衰老。 2.有氧锻炼,对大脑健康最容易。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医学院研究发现,参加有氧运动的老人,大脑容量比只做简单伸展的人大得多。 3.听音乐 听音乐或演奏乐器,可激活运动皮层、清觉皮层、情感周梳和边缘系统。 4.学画画 哪怕是随手涂鸦,也需要进行空间计算,并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节上,有助于保护老人免受认知损害。 5.睡好觉 经常睡眠不足,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。 睡眠期间,大脑会清除压力产生的一些毒素。 6.保持好心态 凡事都看积极的一面,压力和应激激素也与老年痴呆症有关,保持好心态很重要。 7.结识新朋友,留住老朋友 积极参加社交活动,维持友谊,可防止认知功能衰退。 社交活动会调动人体一些最复杂的认知功能。 8.跳跳舞 跳舞是把运动与音乐结合起来的最佳方式,能活跃老人大闹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感谢您的观看。 我是小影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 小影,我们下期再见。